翻譯 大家好 呃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下午在台北的時候 很激動 呃 現在還是很激動 因為 所以,各位你們知道下午的時候無私話講了什麼話嗎? 有聽到無私話講話的舉手? 都沒有? 好,因為我在現場可以簡單轉述一下他的話語 那無私話講的話很簡單 他就是告訴大家說 很抱歉,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談課綱為條 這件事情需要透過專業的討論 如果在座各位你們想要調整課綱 我們可以慢慢的做下來 慢慢的調整 可是剛才五點多的時候 無私話講了什麼話你們知道嗎? 他說二十萬本教科書已經訂了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這個就是偽善嘛 說謊嘛 不是說可以慢慢的調整嗎? 為什麼? 二十萬本已經硬了 這種教育部長無恥 再來 他說 不是說 需要專業的討論 對不對? 各位 這件事情有沒有專業的學者出來討論過? 從去年到現在 去年三月 一月的時候 副儀姐 就約非常多的老師 也有約我們 漢衛堂溫十七年組合 在台北非常多地方 就開會討論過 一直不斷陸續的 有非常多的學者提出見言 各位手機隨便翻一下 周婉堯老師 陳翠蓮老師 薛華元老師 非常多的史學界老師 通通都提出專業論述 有沒有? 有嘛 有沒有專家提出專業論述告訴你說 黑箱課綱裡面內容完全是錯誤的 有沒有 有嘛 為什麼不談 昨天讓我非常生氣的一個點 就是王小波 號稱台灣史學者 他跳出來說一句話 各位知道他怎樣嗎? 他是十人檢核小組的召集人 對不對? 十人檢核小組召集人 在去年二月接受過一場 私底下的專訪之後 這一個人就跟他骨子 這樣抖起來 躲起來喔 這一年多以來 這一年多以來 在座各位有誰看到王小波 站出來捍衛他的課綱的舉手 你看過他寫過一篇文章 告訴你說 他的專業在哪裡的舉手 找得到嗎? 找不到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讓這樣子的黑箱課綱通過? 這不是很可惡嗎? 王小波他是學者 他說他是學者 他今天特別跳出來 昨天跳出來第一件事情 這個骨子多強的時候 昨天跳出來 因為大林死掉了 他跳出來說 蔡英文放過這些孩子吧 這有多偉善啊 放過這些孩子吧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邏輯有問題啊 沒有蔡英哲學系耶 不用他老師殷海光的臉啊 他的課綱有問題 他找蔡英文 這個邏輯對嗎? 更可惡的是什麼? 他出來他不是捍衛他自己的課綱有多好 他不是告訴大家 他的課綱有多麼的專業 他不是告訴我們 他身為一個統派學者 他可以編課綱 而他的課綱有充滿了多少專業的內容 他反而是告訴我們 蔡英文來找我吧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政治話語嘛 起碰社會嘛 這叫學者嗎? 這個是學者嗎? 贊助各位不會憤怒嗎? 我昨天看到大林的過世之後 我整個人躲在房間一直哭一直哭 你們有看到他的賴嗎? 你們有看到賴嗎? 有多少人說大林是怎樣? 親生 什麼叫做親生? 我不懂 什麼叫做親生 他是重重的死耶 他是安排好的死耶 他今天是受不了壓力死大的嗎? 他是自己安排好的耶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大林是一個革命先烈嘛 對不對? 這樣子一個人 他為了黑箱課綱 他為了這些大人搞不懂的黑箱課綱 犧牲自己的生命 也難說的輿論 而我們這兩天的輿論都在幹什麼? 都在討論他 請大家不要親生 親什麼親生? 這個就是重重的死嘛 我問在座各位 在座非常多的老師 你們敢跳出來捍衛你的學生嗎? 你們會像那一個專定高指的校長這樣子 自己的學生死了 然後他落井下死嗎? 這不是很可惡嗎? 我們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從過去到現在 台灣的教育一直都是殖民史的教育 從荷蘭時代開始 經常有人說什麼? 台灣首學 台灣首學是什麼首學? 那是儒教的首學 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 就帶入非常多的教育 新港文書不算嗎? 可是各位 這個就是殖民教育 他用西方的語言 來換代台灣的語言 這樣子的殖民教育從荷蘭時代就開始到現在 我們好不容易在1994年 有一批 其實是解研後 1988年就開始有討論 非常大量的民間社團 開始進行教育改革的討論 到1994年 發動教育改革的運動 然後慢慢的才有開始 有非常多台灣學的討論 甚至設立台灣文學系 台灣歷史系 台灣史研究所 我們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醞釀 醞釀到今天 我們的課綱裡面 已經沒有在那一種 非常大量為政治服務的內容了 已經漸漸減少 不能說沒有 可是今天 就為了一個中華文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重新洗牌 重新希望我們的黑箱課綱 再次為政治服務 這個不可惡嗎 我必須要跟各位說 必須要跟各位說 你們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你們都是 有先有後的人 可是你們絕對 不要再被輿論給困擾 我必須坦白跟各位講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失落 我其實是擔心 比較多 我覺得 黑箱課綱 非常難 黑箱課綱 非常難 完成 非常難可以辦 各位想想看 你們在座 在座各位身邊有非常多的大力 第一時間 看到課綱這件事情 就是跟他的小孩說什麼 你不要去插吧 你慢慢的讀你的書就好了 你自己讀你的書就好了 你不要去理那些事情 你為什麼要去搞那個課綱呢 你懂嗎 你專業嗎 我的問題是 我們的檢核小組 比這些學生還不專業嗎 各位 十人檢核小組 有四五個是中文系的老師 四五個 我自己本身是中文系出身 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整個中文系的教育 就是一種非常迂腐的教育嗎 他完全控制了你的思想 像這次國文課章 為什麼很少人在提 因為我們的國文根本爛透了 爛到根裡面去了 沒救了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存在台灣社會非常的長久 並不是沒有人討論過 這個才是重點 不是沒有人討論過 可是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教育體制 還是複製以前那一套嘛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為什麼無私化死皮賴臉 現在就是不下台 為什麼 服務馬英九嘛 他對誰負責 對馬英九負責嘛 他是對全民負責嗎 一個政務官政策做錯了 他難道不應該下台嗎 一個政務官做錯事情 竟然說負責是他死皮賴臉的 還是繼續爛著 這樣子不可惡嗎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各位 今天開始黑箱克剛的議題 黑箱克剛的戰場才剛開始 我們不要讓大林的死 變成白白犧牲 我非常衷心的希望各位 我肯求你們回去之後 開始進行各種可能的方式 告訴大家克剛這一個議題 他需要的是全民的關心 我相信黑箱克剛的議題 不會比黑箱服務小啦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呼籲各位 呼籲各位 我希望你們舉起手來 舉起手來 舉起你的手 左手右手都可以 在這裡告訴我 在這裡告訴我 扔著我喊 撤回克剛 撤回克剛 部長下台 謝謝各位 好 一個招販 那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沒有 好 這個招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